台东县府为了推广东部精致且独具风味的咖啡 除了在7号8号办理咖啡品牌的培训课程之外 也将在18号举办咖啡评鉴竞赛 另外今年也首度举办台东冰咖啡创意大师赛 要号召更多的高手发挥创意 一起开创专属台东的咖啡新滋味 台东县咖啡种植面积是全国第三大 会推广台东精致而风味独特的咖啡 新政府每年都会办理咖啡评鉴竞赛之外 今年也首度办理咖啡品牌培训课程 让咖啡产业的质量都能够向上提升 台东县政府这一次接同泰马里地区农会 办理台东县的咖啡评鉴 预定在8月18日会在台东县政府的大礼堂办理决赛 那这中间经过我们的咖啡农友报名 那非常踊跃的报名之后 总共在泰马里还有东河以及仲谷县 总共有将近30只的咖啡来参与我们的咖啡评鉴 那经过接下来我们的农民朋友搅完豆之后 那经过烘豆选豆等等的这些程序 那预定会在8月17、18两天在县政府的大礼堂这边办理初赛跟决赛 那决赛的部分会在8月18日下午公布成绩 那同时台东县政府为了推广我们台东县的咖啡产业 那也会在有另外一个咖啡的计划 那会同时在咖啡评鉴8月18日下午颁完奖之后 会举办一个行动咖啡车的这一个活动 那也会在包括了我们台东县政府的大礼堂8月18日 那8月19、20之后会到我们的陆野高台 陪伴大家热气球活动 更会在9月1日、2日、3日会移往台北的松烟展场 去做这个行动咖啡车的服务 介绍台东的咖啡 让我们台东的咖啡可以以精品咖啡的角度呈现在 我们台湾的民众面前 我们另外也会举办所谓的台东冰咖啡的创意比赛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咖啡店或是我们甚至也有学生组的部分 那只要应用台东的咖啡以及台东在地的所有的元素或是原料 那煮出一杯好的冰咖啡 那经过评选之后我们也会举办这个颁奖的活动 那台东冰咖啡的报名 从即日起也就是8月8日开始 一直到8月28日 那我们经过出品之后 预计会在9月底办理正式的决赛 现场制作 然后现场评选跟评鉴 那挑出最好的这个社会组以及学生组的咖啡 那未来也希望可以把我们台东冰咖啡 这一个品项 尤其台东夏日算是非常的炎热 那以冰咖啡来尽量我们的观光客的心 让大家可以享受一杯好的冰咖啡 农业处表示除了一系列的活动之外 今年的冰咖啡创意大师赛也很有看头 欢迎更多爱好咖啡及种植咖啡的同好 一起来开创属于台东的好滋味 记者潘俊尔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